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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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Leo 話說華為的Made20 Pro 已經出了一段時間 我便想在這段影片介紹一下 它一些實用的設定和拍照技巧的設定 很多時為了方便工作 都需要兩個WhatsApp 或者兩個WeChat 需要帶給兩部電話起身 但是華為最新的系統 已經有一個功能 能夠非常簡單解決這個問題 首先在設定 選擇應用程式 在最底部份點選應用程式分身 就可以分身多一個WhatsApp WeChat Facebook等帳號 以後便可以帶一部電話解決這個問題 第二個功能介紹是一個華為 很實用的功能 叫做手勢控制 首先去到設定 智能協助 點選手勢控制 再點選指關節手勢 開啟智能截屏 字幕手勢 分割屏幕手勢 等等 只要用關節位 想在截圖的地方打圈 就可以截出你想要的圖片 還可以控制截圖的部分 位置和大小 第二個指目手勢 開啟之後呢 就可以用指關節寫出字母 例如呢 用指關節寫出Game 就是Music的意思 可以開啟音樂播放器 而寫C呢 就可以開啟手機的拍攝功能了 W就可以開啟天氣報告等等 除了以上的字母之外呢 也可以用兩個指關節 經敲螢幕 就可以錄影螢幕的影像 另外呢 其實有很多人呢 都不是很喜歡這個流海設計的 那我們可以怎樣去改變這個設定呢 同樣去到設定 按顯示 更多顯示設定 進去之後呢 頂部的顯示區域 就可以改變這個流海的顯示了 而市面上手機的品牌呢 五花八門 每個品牌呢 都有自己的系統界面 為了照顧不同人的需要呢 可以在設定裏面呢 選擇不同的界面的 首先在設定 點選系統 選擇系統導覽方式 這裡就是很多不同的系統導覽 給大家去選擇的 好了 講到這麼多設定的部分 來到這裡呢 就要介紹May 20 Pro的強大拍攝功能了 測試當日呢 是陰天有少少雨粉 那麼呢 就首先試下這一部手機的攝錄效果 那因為已經有防震功能 所以呢 拍出來的影像呢 都挺穩定的 而且呢 分別它有 5-3倍光學變焦 還可以在拍攝的圖中呢 互相轉換的 而數碼變焦呢 更加可以達到10倍 首先就看看它的 感覺鏡拍攝效果 這個是主鏡頭 3倍光學變焦 5倍變焦 10倍數碼變焦 之後就看看它慢鏡頭的拍攝效果 主鏡頭的8倍慢動作拍攝 廣角鏡的32倍慢動作拍攝 很明顯看到畫面油畫化就相當嚴重了 所以呢 32倍慢動作拍攝 只是當有這個功能 如果實際去用的話呢 就可能用不著了 那跟著呢 就看看它廣角鏡拍出來的質素 這一張就是用主鏡頭拍攝的相片 站在同一個位置用廣角鏡拍出來的照片 果然呢 能夠看到更多的畫面 而它的超級微距就可以拍到樹紋的紋理 接著看看它夜景拍攝的效果 這一個呢 是沒有開夜景拍攝模式的效果 而開了之後呢 它的效果是相當明顯的 這一張是凌晨時份所拍攝的 而這一張就是同一個位置 也開了夜景拍攝模式的相片 夜晚在戶外餐廳拍攝 略嫌相機的味精就重了一點了 而拍攝餐廳的燈光呢 感覺比實景更加美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裏了 如果喜歡的話就記得按個讚我 還有訂閱我頻道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掰掰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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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chico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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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